新闻随时听 资讯随时新 三十分钟掌握世界 中广新闻网 News Radio 杂实的基本密研究 带您解码主力动向 揭露股市天机 欢迎收听股票会说话 轮源投顾109年 尽管投顾新字第010号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轮源投顾最暖的暖男 大人哥杨天迪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叫做 股票会说话 今天台股大涨 这个大涨来的正式时候 因为我们在一天跌一天涨 一天跌的一个情况之下 在今天大涨上来突破了月线 突破月线反压说明什么事情 短期的空方力道 已经开始在减弱了 那今天的一个大涨 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 全资股在挡 像是这个2881的富邦金 涨了2.7个百分点 2882的国泰金 涨了两个百分点 那个中信金 2891的中信金 甚至涨了五个百分点 金融股为什么那么强 那不就是信王的外资的一个杰作吗 所以今天的全资股 我看外资的回补力道 买了203亿了 你就知道一个关键点 就外资开始回补了 外资回补台股 像是台积电涨了三个百分点 就这些全资股都会进来 外资最喜欢做的就是大进大出 而且大进的部分 大概都在全资股身上 那为什么台股的今天的外资要进来呢 因为外资卖超台股 已经过度卖超了 然后我有跟各位谈过一个观念 基本上就是当台币不再贬值的时候 外资的卖超动作会减少 又碰到了美国股市在昨天晚上大涨 所以呢 外资回过台站在买方 所以这是今天台股的部分 大涨接近300点的最主要关键 但是今天成交量只有2200亿 今天的成交量只有2200亿 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很多人不敢进场 对我就是在说你 很多人不敢进场 那为什么不敢进场 担心嘛 怕美国又突然的往下掉 怕台股今天大涨之后 礼拜一又杀回去 对吧 大多数的人都是这样 所以这一段的行情 我发现一个关键点 很多的电子股的低点 是4月27号出来的 当它涨了一大段上来之后 到现在这个很多的投资人 都不知道怎么去买 其实严格说起来 电子的比重并不高 电子的比重今天还是不到六成 只有53点多了 大概54%左右 换句话说市场对于电子股的戒心还存在 这个存在是好事 因为什么 因为你担心你害怕 我带会员机嘛 这概念就是这样啊 买什么呢 我知道最近的盘面结构非常混乱 像今天这个普涨型的 所谓普涨型就是 矽晶元也涨 IC设计也有足迹 莫斯飞也在涨 最近轮来轮去 轮来轮去 不管怎么轮 基本上你看哦 轮气晶元 我买车电 轮面板 我买车电 轮散热 我买车电 轮网通 我买车电 我从头到尾 只有一个方向 车电 车电 车电不是只有两个字 这个听起来很简单 车电两个字 车电的族群是非常庞大的 非常庞大 所以我们在布局的过程当中 基本上我们就会开始慢慢布局嘛 因为你不愿意 你不看好 你的方向不在这边 相对来讲 它就会有比较便宜的价格 对吧 它就会有比较便宜的价格嘛 所以这一波的车电 我们第一个进来是谁 6279的胡联 5月11号 5月10号 胡联打出第二只脚之后 我在5月11号 105块买了胡联 好 那今天已经公过的年限了 最高来到127.5 你就发现一个关键点 其实有很多的股票 慢慢慢慢再起来 那第二个 我布局的呢 4551的自身科 自身科的股价走势 也从什么 也从100 我们买的是135 好 130跟135都有 到最近已经接近160 好 到最近已经来到了 接近160 好 这个都没有什么 这两只先上去之后 大家会说 好吧 就已经上去了 还有没有呢 别忘了 我跟各位谈到的 与神同行 好 我有跟你谈到的与神同行 到昨天都没有动 我们107块买的 与神同行 到昨天都没有动 它是2233的雨龙 到今天已经大涨 差一点要拉到涨 明白 好 107块 今天最高来到116 所以是不是 相对来讲 有很多的个股 大家都还没有注意到 而这些没有注意到的一个方向 就是我可以带你去布局的一个结构 很多人在问 为什么要选择车店 为什么要选择车店 产业有很多 那为什么杨老师 你独挑车店 大人哥 你独挑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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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青姐 为什么独挑幼青姐 因为 产业有未来 我讲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现在的全球经济 似乎都在下滑 对嘛 其实都一样 美国是最明显的 就开始下滑 那全球 全国的 全球的经济都在下滑 如果各国要刺激消费的话 那他要怎么去做这些动作 当然以车子为主 我为什么说以车子为主 其实应该说以电动车为主 因为 现阶段我们知道的一个状况就是 不管是中国 美国 还是欧盟 他们都定在2035年之后 要全面改换电动车 所以现在的各国政府 在刺激消费的过程当中 就会以这个为主要的方向 因为这是未来的趋势 环保的风潮起来 未来趋势 所以产业有未来 是我选择的方向 对吧 再来呢 再来就是 好吧 现在今年才是2022年 我们02035年 还有一段的空间 所以现阶段来讲的话 你说电动车太遥远 杨老师你说的电动车太遥远 我家的邻居都开始买 那个电动摩托车了 已经开始有人在买电动汽车了 你说遥远 好吧 就遥远好了 那遥远的情况之下的话 那现在燃油车如何呢 就吃石油的啦 燃油车又如何呢 燃油车 它的电子零件有没有越来越多 有吗 有越来越多吗 如果你有买新车你就知道 以前哪有什么抬头显示器 以前哪有所谓的倒车影像 以前有盲点侦测吗 都没有嘛 那现在呢 都有了 这是燃油车就有的 电动车当然更有嘛 所以你从这个地方来看的话 其实就算是燃油车 它使用的电子零件也会再增加 这不就是车电的概念吗 第三个比较重要 因为你股票要往上涨 一定要有买力进来 第三个我们称之为族群庞大 族群庞大 因为车电股里面是高中低价都有 高中低价都有 你看那个细字材大概都是高价股 这一波电子股的推升上来的主线 在细字材 但是细字材很多都是高价股 而且它明涨了一段 所以这时候接棒者 它回到车电身上 我觉得最为合理 为什么最为合理 它高价低价中价都有 而且它的族群非常庞大 譬如说 这个譬如说 我们就开始来举例了 车用晶片 对吧 车用晶片里面 我们布局的叫新唐 还有一档洋盘起航还没动 但是基本上就是 我们在做了一些布局的动作 然后车用的一个机壳 今天买进 又买进了一档这个车壳的概念股 车用机构件 其实就是搭耳熟能详的中华小当家 耳熟能详中华小当家 这档中华小当家 是6235的华福 我今天在40块以下 又把它接回来 当初我们在做华福的时候 我们是在3月初切进去的 30块涨到40块半 我做了获利下车 然后它的高涨震荡 震荡已经震荡了三个月 震荡三个月之后 今天40块以下再把它接回来 差一点要拉涨停板 可惜没有攻涨停 就差一点拉了涨停板 但是呢 我们在买这档个股的时候 我们知道 它未来的选景在哪里 它有8成是属于车用的 那其中又有4成是属于新能源车 最重要的关键点 它是特斯拉的供应链 特斯拉的供应链 还有它的一个竞争优势 它那个是铝铝合金的 它的一个竞争优势是 美铝合金的半固态触变成型 这一部分符合电动车 轻量化的一个脚步 所以我看它股价在高档整理三个月之后 我觉得发动期要到了 因为现在的车电股开始起来了 所以我们今天又把它接回来 这是我们的中华小当家 我们的老朋友 好的标的 一样 该接起来就接起来 这个概念 所以我刚才谈到了车用的一个部分里面 包括了车用的一个晶片 车壳 那还有什么呢 导线价 还有连接器 还有车用板 还有二极体 还有镜头 等等等 比比皆是 所以你说这个族群大不大 非常大 大到你可以买 这个不需要去到处乱窜 我不会因为面板涨上来 我有面板了 航运涨上来 我有航运了 我不会嘛 为什么 因为不需要 你没那么多钱 你只要专注在车用相关的个股 我就带你布局到满 我该布局的就布局 我今天除了这一档车用的 车可苦的华府 把他接回来之外 我另外布局了一档 跟电池相关的 好 大家都知道电池相关的股票 要么就是 你从耳朵能详的康普美金嘛 对吧 或者我们新买的叫做中碳 对不对 中碳是负极材料 你知道电动车的一个部分来看的话 还有两派阵营 一派叫三元电池 一派叫做磷酸离铁 好 磷酸离铁 因为特斯拉用了磷酸离铁 所以使得磷酸离铁的这个阵营 又开始活起来了 好 那活起来之后呢 其实我严格说起来 在台股当中 还真没有一支 是属于磷酸离铁的 你说免为其难要讲有的话 叫5227的立凯 哇这个家伙 这个立凯这个家伙 他从头到尾都在亏损 从头到尾都在亏损 然后公事派在法说的时候 还说了一个天方夜谈的话 我们在2024年要拼损一两瓶 立马帮帮忙 今年才2022年 明年你会不会损一两瓶 他就很明显告诉你 明年不会损一两瓶嘛 我们是2024年才要拼损一两瓶 亲爱的听众朋友 这种股票 我心脏没那么大颗 交给别人就好 可是磷酸离铁 还有没有可以切入的呢 当然有 当然有 这档个股 因为今天是压回来 基本上我们就压回来 去做承接的动作 基本上我的一个看法是这样 这档蓄日东升 我认为它的成长性是够的 因为它除了这一个 磷酸离铁的一个电池之外 还有一个东西 它是台积电的供应链 未来的成长性是值得关注的 这个地方我们就先点到为止 换句话说 你其实有很多的 这个 这个 车用的一个相关的个股可以选 所以该怎么买 我知道很多人买股票是买的什么 买过去 很多人买股票是买过去 我觉得很妙 买股票你应该算买未来 可是很多人买股票是买过去 比如说最近有会员加入 有客户加入我的一个操作团队 那就看到了一档各国 看到一档各国非常的讶异 这档各股叫2108的南地 南地的股价最高是176块 那现在呢 今天收盘叫50块 他说去年赚了14块9 然后股价呢 我叫他卖 他说这个第一季也赚了1块6 1块1 他不应该会这样 就应该 就应该 我告诉你 买股票不是买过去赚多少钱 而是买未来有没有机会 这才是关键嘛 好 这才是关键 所以很多人会去找什么面板 面板驱动IC 我告诉各位啊 你去找叠价的股票 基本上你的获利空间都不大 该怎么来做呢 车用相关的股票 族群非常大 趁现阶段 很多人都还没有正式的 看到他的一个未来 我带各位一起来做布局 欢迎各位跟上脚步 我们休息会这段广告 待会儿来 进广告咯 大家好 我是聂云 端午佳节 粽子飘香 家户团圆齐安康 却有很多弱势的长辈 独自过节 他们倍感落寞 华山基金会发起 爱老人端午动起来活动 邀您支持关怀礼 或老人到宅服务 我们一同陪伴老宝贝 宋爱无距离 爱心专线02 28363919 28363919 好的 股市大人哥 今天提供给大家 55688的专案优惠活动 认同老师的操作 跟上下一档老师锁定的 直优的 好的车电股 欢迎您赶快来电咨询 02 23219933 23219933 欢迎带枪投靠 还有分析优惠 函授课程 一次都送给你哦 你对赚钱的态度 将决定你财富的高度 积极的态度 才能引领你走向致富之路 改变自己 从拨通电话开始 将专业交给我们 把时间留给您的家人 立即来电 轮远投靠咨询专线 02 23219933 或免费加入Lite粉丝群组 ID 小老鼠FU8899 小老鼠FU8899 109年金管 投靠新字第010号 新的经典 为你的心而说 耳根元通 这其实就是 观世音菩萨 最主要的修行方法 它就是靠耳朵来听 在动向听到 最后会听到镜像 心经生活禅 观心自在 心经十二奖有声书 由佛学研究者 陈勤副主讲 迎乃经提问 全套6CD 及导灵书一册 499元 请上好物市集网站 试听选购 或播02 2518 0855 小李子啊 天气热 有啥好吃的啊 就吃大树玉荷包啊 最新鲜的大树玉荷包 5月2829 上午9点到下午5点 就在大树古山仓库 还有农特产品展示会 请上高雄市大树驱公所 网站潮询 以上广告由 大树驱公所提供 中广新闻网 newsradio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那 上一段我讲了一个观念 很多人做股票会 你会迷失在过去式 对 我相信有很多人都迷失在过去式 因为 很多客户来加入的时候 他会讲一件事情 杨老师 他就明明赚很多钱 那我就反问他 我说那是去年 那今年呢 你不能跟我讲说 去年你赚了60块 你今年如果只赚30块 你股价要往上飙 那不太可能 对吧 我讲的 比如说联勇 联勇已经没有在破底了 我拿来讲就比较合理 如果你要严格说起来 8016的细创在破底 8016的细创在破底 联勇 联勇是属于比较机优的 那联勇也有车用 不过那个比重非常小 这个去年赚了60块 第一季就赚了18块 有没有很会赚 非常会赚 但是非常会赚 股价只有400块不到 难道不能投资吗 还真不行 好 还真不行 很多人有没有搞懂这个观念 好 主要的关键点在哪里 你面板驱动IC 去年为什么会那么会赚钱 因为涨价嘛 对吧 是因为涨价 那个联勇是大尺寸面板驱动IC 细创是小尺寸面板驱动IC 好 那你不能用 细创去年赚50块 有没有很会赚 好会赚 可以投资吗 还真不行 第一季赚了11块8 很厉害啊 还真不能买 为什么 我讲给各位听 联勇的产品用来哪里 电视嘛 大尺寸面板驱动IC 是不是用在电视 那细创呢 用在手机嘛 中小尺寸面板驱动IC 不是用在手机吗 好所以 相对来讲 我找问各位啊 电视的报价在涨吗 电视面板的报价在涨吗 没有哦 对吧 面板的相关的这个报价 还在往下跌哦 手机的报价在往上涨吗 没有哦 这都要做消费端啊 所以这类股票要再来一段 不容易 那会不会跌生反弹 会啊 因为它毕竟去年赚很多钱 但严格说起来 如果说今年它还要再来一段 那你就面板的报价开始往上涨 它就会再来一段嘛 如果没有 就没有了 听不懂 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你不能看过去啦 很多人做股票是看过去的 所以你会常常会迷失在过去里面 像南地啦 深丰啦 之前的口罩股啊 这个1325的恒大 有没有 恒大也很会赚好不好 现在很会赚吗 这样理解吗 现在还很会赚吗 换句话说 恒大在前年 真的非常会赚 如果你去看它前年的获利 我来看一下 它前年赚23块 有没有很会赚 非常会赚 然后去年 便赚3块 那今年呢 有没有 有没有1块 所以你回头想一想 为什么它股价 会从这个接近200块 跌到这样30块 为什么会跌到这样 接近200块 最高100 200多吧 211 从211 现在跌到剩下31 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如果你还活在过去 你就会卡死在这些股票当中 口罩的竞争力强不强 一点都不强 不是只有你恒大会做口罩 之前为什么那么赚 会赚到20几块 很简单 赚十几块 二十几块 那是因为什么 当时的一个状况 来不及碰到新冠肺炎 刚出来的时候 来不及 来不及的情况之下 变得他很会赚 这是因为刚好赶上了 这个新冠肺炎的一个爆发 可是当大家都开始做口罩的时候 他就不会那么会赚 他就不会那么会赚 这个结构上面就有点类似 当然IC设计跟口罩不一样 那个联勇的一个竞争力是很强的 细创的竞争力很强 可是目前是因为消费端不好 他只是消费端不好 所以他会先打底 倒不是说他会跌压 他会先打底 但要带来一段比较困难 好所以相对来讲的话 目前你还是把焦点摆回到车店身上 那车店里面谁最了解车店 杨老师啊 大人哥跟幼青姐不是吗 好所以相对来讲 我们要在做过程中 该怎么去做 好我现在必须消除你的疑虑 好消除各位的疑虑 我们就来看一下美股 美国股市历经了几个重点 第一个FED官员的恐吓 好会恐吓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部分 经济衰退 对美国现在经济正在衰退 开始要衰退了 第三个最近有一些利空 来自于什么 科技股的财报展望不佳 这是最近美股面临到的一些利空 可是美国股市在昨天的大涨 回到了月线之上 好除了纳斯达克还没有回去之外 道琼跟肺半都站上了月线 这代表什么 这些利空大部分都消化掉 但是因为美国的经济是衰退的 所以我并不认为美股会什么V型反转都不会 但是它可以什么 落地反弹之后进入打底阶段 只要美国进入打底阶段 现阶段来看台股就会震荡区间 这是之前跟各位谈过的一个观念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有大内高手 就是大资金的内支 好内支这一波推上来是细字台 可是细字台涨多之后 现在新的内支还没有找到方向 但我认为车电是最棒的一个方向 所以为什么呢 因为重要关键你刚才谈到了 就是族群性庞大 高中低价的股票都有 未来的成长性好 所以像现阶段来看的话 还有哪些好的标的呢 这地方就来思考一个逻辑了 趁大家还没有把焦点 拉回到电子身上 因为电子的成交比重 目前还不到六成 第二个 中时户还逗留在传产当中 因为中时户回来 那个电子的比重一定超过六成 在这种情况之下 很多人还没有把焦点 放到电子的时候 或放在车电的时候 它就有好的一个价位可循 而这个好的价位 我会带各位一一来做布局 欢迎跟上角 本公司以往至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如果黑暗没有尽头 何不让音乐点亮他们的生命呢 我是简文秀 请支持市场音乐基金会 02-2523-4444 邮政化播 1845-2429 1845-2429 好的 股市大人哥 今天提供给大家 55688的专案优惠活动 认同老师的操作 跟上了下一档老师的锁定的 直优的 好的车电股 欢迎您赶快的来电咨询 02-23219933 23219933 欢迎带枪投靠 还有分期优惠 韩寿课程一次都送给你哦